最近这两天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多个地区明显的在推进 尤其呢在红军城 在库拉霍夫 在塞威尔斯克这些地方 乌军的防守都出现了重大的危机 他在干嘛呢 普京现在这个意思在打他的百年大计 啥意思呢 我现在拼命的推进 因为这以后就可能是我的了 因为按照川普的那个基本的判断 那就以战线将来划分 两边的疆域 那现在往前是多拱几公里 那几公里未来就是自己的了 我还管着人命 他不管那个 这两天打得特别猛 因为乌克兰那边有降温 他那边呢 有地方已经开始下雪 地已经开始冻住了 他的装甲也是可以推进的 另外根据呢 其他的消息来源 俄军在库尔斯克攻势也在逐渐的扩大 并且在部分地区成功突破了乌克兰的防线 最初乌克兰在苦苦支撑苦苦防守 不但守不住了 那怎么办啊 现在只能上地围了 现在还管什么呢 其他的就别想那些 高达上的东西了 有地雷满地一马 对不对 你就不敢过来了 要不然实在是够呛了 这就是为什么啊 上这招 请不吝点赞订阅